马解荣 紫币 这 把线子围起来 你给我放走 快 这么多关闭啊 我看看 我看看 真是来了不少关闭 快动 走 干什么 那 小 晓月 晓月 快踏入砸牆 走 真妙啊 真妙啊 怪不得你们敢把我藏在这儿呢 原来早有准备啊 小啰嗦 进去 晓月国家 班长 走 快 走 阿姐 跟我进柔家墙了 放心吧 闪开 大人 我们可是鬼鬼绝绝唱戏的 启禀大人 没有找到季先生 不可能了 好 我认识 还没想到 你 不得我 会给我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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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我认识 墙是空的 来人 给我砸开 都来了 竹子真是神机妙算 魏不先知 果然是季强来的 戏板绑下豪廷命官 全给我带走 误会 误会 我看哪里谈得上绑架吗 戏小子 他们不是绑架你吗 哪有这事啊 是我贪恋戏班风情 故而留恋忘返 你看这戏班人跟我都认识 都是我的好朋友 对不对 而且你听狗官说 好朋友 戏小子 你关在夹墙内 又怎么解释啊 这 这不 这人有三级啊 就是一场虚惊 一场虚惊 狗官 小月 不然再叫狗官了 季强跟他救了我们 还笑还笑 怎么了 找你费多的劲呢 另外 你如此包庇杰肺 是何举心呢 看他何大人 竹子不挤牛菜鸡上 你可听这话 鸡先生一定有他的意思 是吧 竹子 你往这看 四姑娘快走 这好像是福开安的兵 一定有热闹开 快走 走 这是非之地 不亦久留 不入不屑 淹得乎紫 送回家 对 过过去 放 宋子官印有金锁 周南 您是神仙投胎 上映天命啊 这幅画是何人所有啊 问你们画呢 都哑巴了 我 大大大人 这这幅画可不是我们戏班的 鸡先生 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花不是挂的事吗 这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这 到底谁的 对啊 不是你们的 那这话怎么解释啊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谁挂的 您赶紧站出来 可千万别连连大伙啊 我这谢谢了 谢谢嘞 周周 不要急不要急 把他们带回去审问 一定会问个水落石出的 对 吹他回去 吹 我的吐东 那是谁买的 是谁捡的 那赶紧说话呀 我的妈呀 全部带回衙门 快 好 好 季先生一定有办法 对不对 我呀 我大概已猜出这花是谁的 什么 你 杜小月 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 我 把她抓起来 有 对 你这狗官竟敢睡狗佩人 不是我 柱子 能不能让我私下里审问一下 你 季先生请谢柱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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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告诉你们 那幅画是我画的 口关 你想害我们 晓月 听他怎么说 我想起来了 上午你在画那儿 画了一像你的观音了 哈 出去找 晓月 晓月 季心烟不会吃饱 趁着没事乱画 我想你有你的用意 对不对 对 还是莫愁聪明 我问你 那账本重要不重要 有了账本 就可以告到燕城官府 救出灾民啊 好 那你黄克明大哥有账本 他为什么告不到官府呢 官官相护嘛 对 要告到官府 不但要有证据 还要有办法 什么办法 那幅画就是办法呀 啊 画 对 请说 哎 现在没时间来不及了 总之一会儿出去以后 我说什么 你们就说是就行了 好 还有 别忘记住了 何大人 我觉得季晓男语 他呢 有不可告人的密谋 这话可不能在主子面前说呀 若无密谋 怎么会鬼鬼祟祟的 季晓岚帮着主子找到了这幅画 可立下了大功一剑 你那些赫赫战功 逼不得他这一下儿啊 文员狗腿 卑鄙 来来来 来来来 吃吃吃吃 季先生怎么样啊 杜晓月 好 自个儿说啊 嗯 这幅画 是我的 啊 小月姑娘 这幅画看似破旧 是你买的吗 算你说对了 是我师父送给我的 你师父 对啊 小月姑娘 你 班总 你师父现在何处 你想知道吗 嗯 先得答应我的条件 放肆 说 第一 不许再找这个戏班儿的麻烦 我答应 好 第二 要给黄克敏黄大哥恢复名誉 岂有此理 这一条我也答应 第三呢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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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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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第三 就不要乱提条件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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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关于我们纪先生的事 哦对了 关于我们绑架纪先生的事 你不准再追究 哼哼哼 纪先生都不在意 我何必要追究呢 好 爽快 这三个条件都是你教的吧 什么都瞒不过何大人发言 小月姑娘 你师父尊姓大名 我师父啊 姓白 姓白 人称白娘子 白娘子 她家住何处 家住燕城 燕城 我去 好 好 我好 我好 你 我好 你 你 我好 我好 你 我好 你 我好 王爷 乾隆要去燕城了 四姑娘 这原本就是个骗局 什么 乾隆本来就是雍正亲生的 他哪儿来的什么民间生母啊 那金索跟白娘子呢 我也从来没有听雍正说过 王爷 那咱们也去燕城 什么 乾隆微富许母 带的人手肯定不多 离我赶到燕城下手 神不知鬼不觉 四姑娘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是康熙爷 冥冥之中给您的机会王爷 我已经不想做皇帝了 可是我想做皇帝 皇后 何大人 你就不能阻止皇上吗 老弟 你太不了解主子了 大人 燕城是何等地方 主子怎么可以轻易设行呢 可主子是至孝之人 他一旦得知生母的消息 也能做得住啊 大人不能劝阻皇上 有时大臣之职啊 老弟说得有理 有理 那明天清晨 我就面胜死见 大人 大人 这可万万 使不得 义不容辞 义不容辞啊 如果皇上实在不听劝告 我就当场自问 大人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好 大人 有一女子自称杜晓月求见 杜晓月 小小细子 不见 大人 杜晓月说她来送信 谁的信 许仙 许仙 荒唐 把她控走 让她 不 请她进来 大人 请她进 请她进 怎么 不认识我了 小叶姑娘 许仙有信 对啊 她说交给谁了吧 她没说 她只是说 把这信交给一个胖子就行了 胖子 看来是给我的喽 怎么见得就是给你的呢 大人 你看 这这这这 就是我胖喽 是吗 吴知福 而可知 挤露为马的典故 何大人 你看我跟吴知福比谁更胖一些啊 当然是何大人胖了 你瞧瞧 当然了 当然是何大人胖了 您看看您 天庭光满 地隔方圆 红光满面 红浮齐天哪 那行啊 无罪 拍话屁也得讲点分寸 嗯 红浮齐天那只能说是当今圣上 我只不过是你稍微胖一点而已 哦 何知胖一点啊 你和我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 行 算得聪明 啊 小燕姑娘 把信交给我吧 就是给你的 有 越迷 何人 什么意思 她说要把玩把玩 这大印有什么好玩的呀 我一时也搞不明白 主子的话照办就是了 你们快点啊 许仙说了 还有东西让我带回去呢 对了 许仙还说 让你们用轿子把我送回去 吴大人 那就被轿 送小月姑娘回去吧 好重啊 来来来 放这儿 来 季先生您想要的这些官印 我全给你弄来了 好印 真是好印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你要这些大印有何用途啊 有了这些大印 您让我查的事儿 就可以水落石了 就可以水落石了 快出了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季先生的妙技 我是一定要猜出来的 小月 你们戏班里有大印吗 大印 有啊 快搬一个过来 哦 何大人 为何不进去劝阻皇上 哎呀 我天纲亮就来了 可皇上派人挡架 谁也不准进去 连何大人也不行 多少年来 这可是头一回啊 都是季晓岚搞的名堂 给我上 傅大人 你这是要干什么 嗯 皇上不让我们进去 我也不让皇上去燕朝 这万万使不得呀 你这简直是疯了你啊 何大人 只要能保住圣上 我扶康安粉身碎骨 万死不辞 好 季风石敬草 搬荡见忠臣 今天 何某是看到了 好 何嘴 何嘴 皇上可以见我们了吗 何 皇上半夜就走了 何嘴 皇上半夜走了 你现在才开门 你这不是诚心息怒我们 是不是 啊 冤枉啊 冤枉啊 禀告二位大人 皇上临走时有旨 让下官未时才准开门 否则 否则要以欺君之罪论处 这一定是季晓兰的鬼点子 何大人 我们追 皇上还有旨 让二位大人留守云州 不得善离 走 驾驾驾驾 来 这 莫丑姑娘 我们就在这儿等她吧 你们哪儿来的 我们从燕城来啊 燕城有大批赈灾的粮食 都是从洛阳的库 拨映过来的 怪不狠心哪 我们印的粮食也没得着啊 季先生 你跟福开安都朝中的大员 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 这位许仙 他到底是何许人 福月不可说 不可说 一个人可冒着酷暑 来寻找自己的生母 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 说得好啊 可是到了燕城之后 并没有他的生母 他到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到了燕城之后 恐怕就由不得他了 许仙 别看了 你又救不了他们 小月 速去燕城 季先生 现在我明白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燕城了 走 我都快急死了 你还有心思喝茶 那得极有何用 心急就品不出此中真味啊 何大人 季晓岚把皇上引到燕城去 百名不少找皇上生母 而是要彻查 赈灾两款案呢 行 老弟 看来季晓岚的一举一动 都瞒不过你的一双灰烟啊 可季晓岚牵着皇上鼻子 满燕城走 这案子只包不住火呀 所以我们得赶去燕城才能阻止此事 可皇上偏偏下旨 你我都动弹不得呀 想去燕城 当然 好吧 找他 我牙传出消息 乾隆万叶去燕城了 老爷 您怎么不说话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季晓岚早在我的掌握之中 利用它可以接近乾隆 趁机下手 万无一失 四姑娘 我想迁回京城了 王爷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走 王爷 十四王爷 对 十四王爷 只要把他引到燕城去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敢去燕城 他 他去燕城干吗呀 他要去行刺皇上 而我们 则欠去救驾 可王爷现在是惊弓之鸟 他从不敢离开云州半路呀 那是时机未到 好 再说 你和四姑娘情投意合 你就不能打动她 四姑娘 四姑娘 你准什么 走 走 走 准什么给我扯 走 放开我 走 准什么给我扯 走 你听我说啊 你要冷静 不能冲动 不管遇上什么事 都不能动手 懂了吗 懂了 你都说了八百遍了 真是人老话多 话太多了 季老先生 走吧 把那几人给我拦住 你干什么 奉上命 追查反清复明叛党分子 我们是商人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商人 反清复明叛党分子 都打扮得跟商人一样 我瞧你这样啊 就像反清复明叛党分子 我 反清 我说 这位军爷 你真是好眼神啊 把他们先都给我扣下 你敢 季先生 他们无非是要买漏钱而已 要 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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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军爷 我们 真的是商人哪 商人 商人 我一看 你们就是老式的商人 是 是 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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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军爷 多谢 走 走 你是哪个衙门呢 叫什么名字 对啊 哪个衙门呢 要孝敬啊 算你上路 对啊 多谢 多谢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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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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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下东西有没有 放开我 下车点点我 大爷看看 身上藏了没 擦什么好的东西呀 长得不赖 干什么你们 小人在乱大摩 走吧 走 走 走吧 赵白娘子要紧 好 给我搜身 放开我 不想追报 有我呢 许县 好样呢 黑脸不要脸 你找死啊 姑娘 你先走 大清官里的脸都让你丢进来 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 上 这些人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打 好 太急了 大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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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丢人间 给你 不能变账的 重子快走 快走 小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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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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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 我笑堂堂大清皇帝 竟跟街头剖皮也跟人打起架来了 我全忘了 九五十尊身份不可施 好 先上话我记住了 站住 我看你往哪儿跑 走 竹子 您又忘了身份了 我高兴 林一高兴我就麻烦了 这里 快点 这边 你们干什么呢 有爱人救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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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点走进去 快点进去 那我这边走 完了 在这边走 我在这边走 我这边走 我这天走 飞我随时 我这边走 我二他们大蟹拔块 给我搜 是 阿姐 怎么办 来 你先走 走 走 快点 走 来 来 你给我仔细地搜 搜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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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展开 展开 搜 金先生 兄弟如何 皇上 你看 这筐上呈现六道长文 此乃牵挂也 牵挂 飞龙在天 大吉邀皇上 费那个事干什么 怎么办呢 阿姐 跟我来 快 我们被包围了 哪来的飞龙在天啊 你这挂不灵了 奇怪啊 这易经是不会错的呀 我们快逞四位了 我说你看 这明明是钱挂 给我走 不是 飞龙在天哪 皇上是龙 飞龙在天 先生真神人也 我也不是什么神人 就是书读多了点 皇上 你看 飞龙在天 抓住那两个女排 是 阿姐 狗兵上来了 滚 滚 滚 人生 秦苗之助真重 现人可有计策 大事无妙 计策全无啊皇上 他们一定藏在里边 把他给我刺走 走 秦苗 秦苗 秦苗走 走 走 小心 走 小心 徐仙 好样呢 来 走 金国女英雄 佩服啊 佩服啥呀 走吧 走 今天让我帮帮忙 好 我来了 帮什么忙 帮他的忙 我明白了 别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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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 快加快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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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追上他 追上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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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zing 王爷 你去还是不去 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 四姑娘 你愿意跟我去京城 阿四此生 已属王爷 王爷去哪儿 阿四去哪儿 你没必要为个罪人 断送自己的大好青春 阿四无悔 四姑娘 我无法让你当皇后 王爷淡薄明令 阿四佩服 阿四 生我者康熙爷 知我者死姑娘 王爷 咱们走吧 我看 咱们就住这儿吧 我们也住客栈 我不能让许仙您露宿街头啊 季介长 现在这朱薄皮正在四处追捕我们 他一定会来查这个客栈的 我想过了他会查四个单身的男女 可是他不会查两对夫妻呀 哪里有两对夫妻呀 哪里有两对夫妻呀 季晓 这不就是一对夫妻吗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不是夫妻 我们走 哎呀 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 哎呀 去去去去去 那我们呢 我们两个也是一对夫妻 你想得美 我才不要跟你一对呢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小雪 一会儿进去以后 假装不认识他们 千万别跟他们打招呼啊 我不要扮夫妻 要扮 我也跟许仙扮的 为什么 他比你帅 走 二位行 嗯 您看还满意吧 啊 不错不错 就他了 来小二 赏钱 谢谢老爷夫人 有事您叫我 哎哎哎哎去吧去吧 门给我们带上啊 哎呀好 哎呀 是你记得 你敢真是吃了暴气胆了 我没吃啊 贼心不死色男又起 哎呀小雪 你这是 想赚我的便宜 你知道我武功有多厉害吗 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 啊 哎 小二又来了啊 这事可千万不能露馅 谁啊 小二 送水 啊进来吧 老爷夫人热水 谁是他夫人 哎呀 啊夫人 我刚才真的没有偷看那姑娘 尽管她长得很漂亮 可是我 我连一眼都没有看 小二 给我找间房 我要搬走 夫人 老爷看看别的女人 也不是有心的 您啊 就别那么认真了 你说什么 哎哎 夫人我承认 我是看了她一眼 我跟她说了一句话 我 我也摸了她手一下 小二 我跟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 是她死不要脸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老爷啊 在外边捏花惹吵 夫人嘛 要教训教训她 该 小二这痛 笨小二 哎 你看看我这副样子像她夫人吗 像啊 哪里像 哪里像嘛 这不明白的吗 出来偷情的 全是恩恩爱爱的 像夫人您脾气那么大 一定是原配夫人 小二 你真聪明 说得好 来来来 老爷再给赏 不准给 你看 夫人不让给 老虎要发胃了 老爷 您可好之为之啊 多谢提醒 笨小二 他人气死我了 我今晚就是不睡 我也不能在这儿 我走了 哎 夫人不能走 夫人 夫人不能走 小月 你想不想替黄革命报仇 想不想为灾区百姓深渊 想啊 做梦都想 那你今天晚上 就得跟我假扮夫妻 你骗谁啊 如果我们有猜错的话 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奔晓 今天晚上 对 那明天 我们就不用扮夫妻了 明天你扮我娘 我有那么老吗 许仙 你去床上吧 我再借错一夜就行了 监晓 你想过没有 季晓岚 为何和小月伴夫妻 却把你推给我了呢 我 我不知道啊 如果小月与我同居一室 不出一夜 被我左问右问她 一定守不住她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这 这是小月师父画的 如果这幅画真是小月的 靳云就会让我和她在一起 让我仔细地询问她 打听她师父的下落 她抢先把你推给我 这就更有欲盖弥彰之嫌 我倒要开始怀疑 这幅画的真美了 许仙 这幅画没有落款 好像画家很怕别人认出她的笔迹 墨色上心 也不像小月的师父留下的东西 是季晓岚画的对不对 你 这是你的扇子 莫愁你看看这个扇子 这用笔用墨 是不是和这观音图有许多相似之处啊 这扇子就是季晓岚画的 她以为她不落款我就认不出她来了 没想到她的才华暴露了她的秘密 许仙 你也揭露你的秘密了 我 这扇子写着 陈 纪云 万岁 万岁 莫崇 朕为父私心不必拘离 你还是叫我许仙吧 皇上 不 许仙 再缺百姓 就盼着你来呢 朕来得太晚了 十四王爷在此谁敢无礼 十四王爷不得离开云州 谁这么大胆 皇上 胡圣 圣旨如山 请十四王爷回去吧 王爷 您都看到了吧 乾隆表面上对你有礼 背地里 还是把你软禁在此 这跟雍正有什么分别 四姑娘 沈严 我怕什么 有本事 你们杀了我 不得忽言 回吧 十四王爷 是啊 朕一来到燕城 一定有人会利用 十四王爷兴风作浪 故而朕已经发了一套指令 严禁十四王爷离开云州 恐怕我也是一片苦心 十四王爷也未必能体会你 他体会不体会朕不在乎 自朕登基以来 推行的每一项政策 有哪一项不是饱受 朝中老臣的非议 有哪一项是顺顺利利推行的 想不到做皇上也这么难 天下有一个贪官无利 便是皇帝之过 天下有一个百姓受苦 便是皇帝之失 天子天子乃天下之子啊 能不成皇成孔 战战兢兢吗 你还不信息呀 朕在离开京城之后 已经命令 他们将全部的咒责 用快马送到云州 不得有一件疏漏 不得一件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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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膝 露宫 克弦 这牛皮破了吧 你别着急呀 对了 以后我东西往下一扔 你就破口大骂 骂人 我可不会啊 骂人有什么不会 你就骂我嘛 骂你 无用不骂你 我可骂不出来 这哪个不张眼的呀 眼睛咱们听会儿了 不认不认 你都把我东西给我扔出去了 小昂小昂 看见我东西了吗 大爷是您啊 家里不老无法喂啦 对不起啊 不认啊 这东西都不能扔了 不认 不认 这东西不能扔 这被我搞的 还好 不认不认不认 不认 你发疯了 待会儿柯正让你赔的话 你看就亏了 你放心吧 他们不但不会让我赔 还会送全新的上来 不认不认 你手下流星人不能再扔了 不认 先说清楚 这些东西你自己掏钱 不关我的事啊 不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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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您手下流星啊您 常规的 那么大的热啊 这硬是反的 小二 拿指来 哎 哎 常规的 这是什么业啊 君机大臣和声 心公公仲 例如柯正在 2 业 两行 江上 民 天南地北的 人 江道里的 石之机 铁上 砖 忘了瞎吹 心存百姓的人 百姓心中自有你 说的都是礼 唱的都是曲 铁齿铜牙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米 说的都是礼 唱的都是曲 铁齿铜牙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米 走的是人间的道 看的是顶峰的琴 铁齿铜牙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走的是人间的道 看的是平凤的琴 铁齿铜牙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我跟那样的面对 一边说说 这一边说 一个小小小小小 铁齿铜牙 一边说 那边说 这边说 我感到不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